屏東縣政府在縣立體育館舉行全國運動會代表地授旗典禮 由擔任男子排球隊領隊的縣議員徐展維 從縣長拍孟安手中接過縣旗揮舞旗幟 提振屏東對士氣 屏東 加油 屏東 加油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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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全國運動會將於10月16日至21日在新北市舉行 有35個種類的競賽項目 屏東縣共有745名地職員及選手參加25項競賽 排孟安期許在優勢的教練團隊指導下 選手們能盡最大的努力 做最好的準備 奪得佳績 我們有總共475位的選手 代表屏東到新北市來參加比賽 我也要提醒我們各位選手 遵守比賽的遊戲規則是最重要 也期待他們全力以赴 勇德佳績 全運會自由車登山車賽日前已搶先開賽 選手蔡雅宇為屏東縣在110年全國運動會奪下手金 在授旗大會上代表選手們接受縣長 制贈選手運動服裝 而屏縣男子排球隊是108年的金牌隊伍 由屏東縣級的台電排球選手組成 縣政府今年8月與台電冠名合作成立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 力拼全運會獨冠 全運會是我們第一次以冠名 屏東台電這個名字去打第一場比賽 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然後希望能冠名以後能拿到更好的成績 屏東縣在108年全國運動會 共獲得10金 14銀 16銅 今年目標是12斤 縣府期盼選手們近期燃燒運動魂 帶著滿滿的能量 全力以赴 展現平時訓練最佳狀態 為屏東體育 再創高峰 好好 好好運動 屏東新聞 張如雲 楊振毅採訪報導 並快採訪 呃 稍